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不厌其烦的 长时间的 让更多的人的 去获得信息 舞台下的普存心总是天性而低调 但是一谈到慈善事业 她就突然高调起来 面对部分人不善意的质疑 普存心只说接受批评 不过行动上依旧我行我素 我做慈善 我也有自己的私利 我有影响力 我多年没拍电视剧了 没拍电影了 我仍旧有知名度 批评我的人说 你用你的公益形象做你的买卖 我就做秀啊 我秀得很大呀 但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也许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才会拥有这样一份豁达 公益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这也是老普一路走来的领悟 前两天过了五十六岁生日的时候 我说 以德其所 安分守己 这是我生日那天我想的话 然后呢 还想了几个字 叫玩学 作物 最后一个字 舍 舍和得知之间呢 舍名利而得大爱 普存心的慈善录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的担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